本土天王吴宗憲呢 他爱投资在演艺界可是出了名的 但是战果和他的企图心却差很大 他其实也赔了不少钱 那么吴宗憲呢 他最多曾经一口气有六个节目 外加代言通告 让他可以一年赚进上亿元 不过最近他的节目呢 是一个接着一个停掉 偏偏呢投资事业又不顺 还传出他曾向贵妇借钱 你那LED声音到底不赚钱还是赚钱啊 你猜啊 吴宗憲在节目上卖力 搞笑幽默的主持方是谁都赢不了 只不过投资沉迷的他 近几年可是惨况连连 还传出像一名桃园贵妇 名叫小丽的借钱 财务状况很糟糕 现在更被警方约谈 卷入掏空案 好友康康还是召开玩笑 憲哥遇过很多大条的事情 他自己会处理啦 对啊我们也帮不上忙 到时候只能去 就带一些东西去看他 别人经过一些风雨 经过一些挫折或经过一些过程 都希望能够站起来 还是希望宗憲加油 王伟中宣传舞台剧 不忘吴宗憲 演艺圈的好有关心 但曾是本土天王的他 最丰收时期 手头上一次就有六个节目 年收入近一元 但这两年却是一个一个停播 一号选一号选一号选二号选二号选三号 你就选三 目前汉侯佩岑主持的节目 一个小时二十万元 一个月下来也有八十几万 还有2008年到现在的带状节目 收入也是破百万 还有七月份才刚开录的节目 价码更高 一个月下来也有三百万的收入 再加上其他的活动代言 至少还能再赚进百万元 虽然没有以前一年赚进上亿元 但至少年收入也是千万起跳 祝福他希望他一切顺利 只是吴宗宪之前投资开餐厅 经营不善而倒电 后来又转投资LED电子科技 还担任董事长 只是短短半年就遭到解职 后来又传出科技公司员工 拖欠薪水健保费 没付等负面消息 让吴宗宪财务出现大漏洞的传闻不断 没想到现在还以被告的身份遭到约谈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中天新闻林志元 南香培台北三宝报道